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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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坦又痛 還有沒有話說 字幕提供 超好笑的 選個幽靈然後 全世界都很害怕 都有一隻叫我不要選不要選不要選 3buff開 2buff開 都壓得那麼深是想怎麼樣 我才是幽靈大神 欸幫我啊 輔助幫我補血啊 輔助你要從上一把爛到這一把是不是 噢 幹 他媽的很扯耶 我真的會受不了我不會玩的輔助喔 敲他兩下他就 他就 叫順 下路怎麼沒把都這麼爛 為什麼下路沒把都這麼爛 好 秀的你們不要不要的 呃 教هم幽靈的正確玩法 在教你們幽靈的正確玩法 欸這兵人玩得不錯欸 誰誰才是最強幽靈 有沒有秀的對手不要不要的 飛來飛去的誰才是最強幽靈 這邊再來個什麼雷神之鎚 OK把輔助效益做到最好 但這把你要感謝有冰人啊 然後冰人就死了 靠腰啊 不是欸帶個邊一下你們人就死了 幹去帶一下線你們人就死光了 真的不能稱讚欸 不能帶線是不是 你們的眼裡都沒有冰線嗎 出坦裝強嗎 現在也看不出來嗎 幹嘛啦你們吃飽太閒是不是 吃飽太閒是不是 讓你們看看什麼叫做操作 什麼叫做操作 這操作就是 無論你們做什麼都是屠樓無功的 什麼叫做操作 操作 操作 媽的 車還有沒有話說 他剛剛就是最擔心我選這個的人 還有話說嗎 幹我決定要暈一下了 還有話說嗎 哈哈哈 好爽 哈哈哈 沒有啊車是打得不錯啊 但是他質疑我就是他的不對啊 那他幹嘛質疑我咧 先贏了再說 媽的咧 講句稱讚的話會死是不是 先贏了再說 唉 又彈又痛 又彈又痛 還有沒有話說 不要別人不會玩 你們就覺得這隻很爛好不好 真的欸 死要面子欸 幹嘛啊你有事找我嗎 沒過這麼強的對不對 嚇到了齁 好了啦 撤退了啦 這套出創物只是隨便出的耶 但是特別的適合國服這環境 我都不知道騙了多少輸出啊 什麼叫做幽靈之神 一般來說錘子換斧頭比較好吧 呃 看你啊你想要再多拿點冷卻就去做啊 我覺得我想做減治療啊 我想要去做減治療跟緩速 幫隊友去多留人 因為我們帶冷卻模組嘛 帶10% 鞋子10% 這樣就40%了 所以我不出斧頭是因為 會溢出 最多就40%啊 所以我的裝備才會長這樣子 這叫做什麼 電子禁忌 實力說話 他們會質疑很正常啊 因為目前幽靈 確實你用正常的攻擊裝在這裡環境很爛啊 你根本來不及打輸出好不好 正常來說幽靈的階級是怎樣 二技過去之後 穿過去嘛 普攻一下 然後靈魂收回來 再打一下 光是做這樣的動作 你就已經死了 因為國服的傷害太高了 所以你要去拼輸出有點不切實際 那倒不如 走坦裝 你剛剛應該有注意到我出裝的順序吧 我先出鞋子 手環 火甲做完之後 我才回頭把打野裝給伸上去 因為 這樣的效益是最好的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蠻好玩的 保命一流 傷害也穩定 冷卻滿的 血量也有 物防又很高 因為最後面最大的敵人永遠都是射手 不會是法師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出就可以了 抗爆發呢 靠不朽王刃就夠了 有沒有 這就是我對幽靈的理解 你在國服玩幽靈 然後出一般正常的物理裝 幹會被打爛啊 真的會被打爛 遇到正常人稍微針對一下你就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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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